犯下北捷四死血案的郑杰 在死刑定验第十九天后 今天晚上执行枪决 当时在捷运车厢里 被郑杰一刀刺进左胸 差点死亡的陈亮志得知后说 其实我个人是觉得说 目前仿效他的这种案例 承出不清 我觉得他等于就是一个 一个其实点 其实其他的多司法案件 也应该用这种方式 尽职就赶快去处理 因为说真的 很多新的社会的乱想 其实都是由整个这个点开始 那我觉得现在有这个死刑的案例 所以还是一个很大的强行政 我相信他的死刑 也会带动一些氛围 甚至说社会 大家看到的死刑 确定也会有一些 嚇阻一些犯罪的一些能力 对的 那我是觉得 这种人其实在社会上多留 其实没有什么帮助 突发东西新兴北报导 优优优优独立地 感谢观看